为什么在狙击团境中被打不能自动回血呢? 狙击团境是最新上线的团境新模式 里面只能使用狙击枪等远战武器 可狙击团境也是团境模式啊 为什么不能自动回血呢? 原因有两个 一,加快游戏节奏 狙击团境和其他团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双方都在自己出生点附近对居 双方的中间是很大的一片空旷平原 肯定不会有人拿着狙跑到敌人家里面去的 去了纯粹送死 正因为狙击团境的特点 只要你没有被敌人爆头一枪秒杀 都是可以回到掩体后面的 如果这时候能够自动回血 那只要掉血就可以安全回满 一局的游戏时间会被大大延长 毕竟一击爆头的比例不会太高 二,会让玩家急躁 如果你玩一个模式 只有爆头才能一击必杀 如果没爆头 那敌人过一会就满血了 你要是技术不好 打不中敌人的头 那这一局将很难产生击杀 玩家会越玩越急躁 时间一长会有一种挫败感 玩家就会放弃这个模式了 所以小伟认为光子这个设定是非常正确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